大家好,我是姊夫 跟著我們一起探索有趣的台灣文化 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說到跟外國人介紹台灣的國民小吃 很多人會選臭豆腐 不過如果不想讓臭味嚇跑外國人的話 我會選聞到就讓人流口水的滷肉飯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你手上那碗台北買的滷肉飯 捧到台南可就不是滷肉飯啦 連滷肉飯都搞一國兩制 那是要怎麼用英文跟外國人推薦 咱們台灣人的驕傲滷肉飯呢? The classic Taiwanese national dish Braced pork rice 滷肉飯可以說是台灣最普遍的小吃 從路邊攤到五星級飯店 一碗十五賣到一碗上百元都有 甚至連總統府國宴也曾經出現 根本可以被稱作台灣的國飯 不過同一道料理在台灣南北部 卻有不同的名稱 北部統稱滷肉飯 南部人把它稱作肉燥飯 地處中間的中部人則是一半一半的混亂情況 至於外國人在學中文學到這個單字時 多半都還是稱它為滷肉飯 What is the origin of braised pork rice? 關於滷肉飯的紳士之謎 推測是在日治時期開始出現的 當時台灣人所吃的白米 從原本的再來米 變成日本人改良引進的蓬萊米 台灣人才逐漸用這種年度適中的白米 淋上碎滷肉汁來吃 早期生活也比較艱困 一般人是買不起豬肉 所以有的人會跟肉攤老闆說取 切割剩餘的零碎肉塊 豬皮等 回家後混雜細切 加上蔥蒜 香料混炒 再以醬油滷製成鍋 吃飯時淋在主食上 也因為如此 傳統的台式炒麵 炒米粉 都會淋上一匙肉燥 Yes We do have an extra large version of braised pork rice 如果今天在南部 跟店家點滷肉飯 上來的可能會是這碗 北部人會說 這怎麼會是滷肉飯 肉那麼大一塊 明明就控肉飯啊 奇怪捏 所謂的控肉飯指的是 飯上疊著一大塊五花肉 北部人稱它為 控肉飯 但是到了南部 它就搖身一變成為 滷肉飯 甚至在中部彰化一帶 還會用竹籤 將五花肉串起 成為當地著名的小吃 Don't leave Taiwan without having a bowl of braced pork rice 如果要再更考究的話 除了南北差異 還會以食材跟料理手法 來區分滷肉飯 與肉燥飯 有的人還會在細分 肉是肥肉偏多 還是全瘦肉 來決定它的名稱是 滷肉飯 還是肉燥飯 不過 基本上後來互相混雜 大部分的人也不怎麼在意 也分不出滷肉飯 與肉燥飯的差別了 不然 來做個市場調查好了 告訴我們 這碗在你心中是滷肉飯 還是肉燥飯 對我來說 滷肉飯可以是 早餐 午餐 晚餐 甚至是宵夜 如果深漢外國人推薦這碗 香噴噴的滷肉飯 要怎麼把它形容的 色、香、味、俱全 讓人聽了 就想立刻來一碗呢 Growing up I remember returning home while smiling the mouth-watering braced pork rice made by my mom This classic Taiwanese comfort food consists of three main elements stewed soy sauce Pork belly and rice Pork belly is cut into small pieces and braised in soy sauce then served on rice the meat will melt in your mouth as the gelatin from the pork belly makes your lips stick together mah The sauce will perfectly mingle together with rice and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tender and fat meat will make you want to order an extra bowl to balance this savoury dish it is recommended to have some refreshing side dishes such as pickled cucumber or a radish you can also order soup to go with it Next time when you are on your local Taiwanese food hunt make sure to look for the best braised pork rice in town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心目中 number one的那碗乳肉飯是哪一家 想看更多會用英文介紹台灣文化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五分鐘一語說台灣 我們下回見